他们是通过知乎的小号联系我的 他们通过私信 然后跟一些跟我沟通 先说自己是一个美国华人媒体记者 想做一些中国毒品问题的专栏 大概类似就是引用我的话语 填充到他们的内容里面去 我收到大纲以后 我看第一开头的标题 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 明眼人一看就是一种污蔑的形式 我说这还有什么讨论呢 6月22日 知乎戒毒打主陈明老师爆料称 一家美国华人的媒体 说要和他做一期关于中国毒品问题的专栏 结果和我的遭遇类似 他遇到了外媒也是一个打着客观公正的旗号 结果全是充斥着对我国不怀好意污蔑的媒体 陈明老师看到大纲之后 是脏话实在说不出口 只能表达自己很气愤 拒绝了他的一切请求 但外媒这套我实在太熟悉了 单单拒绝是没有用的 舆论的高地如果我们不去占领 那真相就会被外媒这些别有用心的报道掩盖 所以我啊 现流区顶流歌手科普作者赛雷 今天就来给大家好好科普一下 中国在对待毒品这件事情上 真相到底是怎么样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金融雷 视频比较长啊 希望大家耐心看完 另外大家也懂得老规矩打一波保护好吧 首先啊 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 就是要阴阳怪气的讨论 中国是否成为全球毒品的生产中心 这操作大家应该都学会了吧 表面上说是讨论 骨子里其实就是想传播污蔑中国是全球毒品的生产中心 为了表达自己的客观 这个大纲在问题下面还贴了几个佐证他观点的报告 一份是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 芬泰尼与地缘政治控制来自中国的阿片药物供应 另一份是美国国务院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提交的 2021年国际麻醉品管制战略报告 我不由得心生好奇啊 所以我就去拜读了一下 要不说人家是专业的呢 看看这个新闻啊 中国是抑制毒化学品 新型精神活性物质以及合成毒品 包括芬泰尼前提和夹基本饼安的主要来源国 中国国内的犯罪组织把毒品卖到了境内 墨西克以及东南亚 自2013年以来 中国一直是美国知名的合成阿片类芬泰尼的主要或间接供应商 其实这个帽子可以说扣得非常的迂回啊 因为中国禁毒之言力度之大是有目共睹的 很难把中国和毒品扯上什么关系 反倒是美国自己的药器为了利润 贿赂医生游说国会让医生他们开出了远超需求的止疼药 造成了芬泰尼类止疼药滥用 让美国以世界5%的人口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 成为全球第一大毒品消费市场 但是我们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 全世界绝大多数化工原料 医药原料都产自中国 所以报告为了把药物滥用的脏水泼给中国 就在文章中强调了中国是易制毒化学品 合成毒品 芬泰尼前提的主要来源国 你不卖毒品 但是这些化学品被拿去制毒也是你的不对 多滑稽的推论啊 按这个逻辑买个煤气罐 是不是还要成为军火交易了 和中国人的肉蛋奶消费会消灭巴西雨林一样 中国是全世界毒品生产中心这个大帽子 一旦被扣下来 那么我国相应的化学原料出口业务 就一定会受到打击 2019年5月1日 中国对芬泰尼类物质进行整类裂管认识生效 这意味着所有芬泰尼类物质在中国均被视为毒品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被彻底禁止 生产买卖运输 使用储存和出口芬泰尼 可以说啊 在芬泰尼滥用这个美国独有问题上 中国已经做到人质易尽了 美国在自己海关边境保护局的数据也证明了 在18年10月到19年3月至6个月中 来自中国的芬泰尼只占1%左右 就算我们已经做到这一步 美国也会指责我们生产了芬泰尼的前提 要求我们管控原料的去向 问题是这种原料又不是只能生产芬泰尼 那么我们为了支持美国禁毒 几乎毁掉自己的出口生意 结果美国在做什么呢 在忙着让迷幻药上市 打着旗号就是迷幻药能治疗焦虑 听起来冠冕堂皇 但止疼的马飞和提神的本炳安 一样都因为无法解决成瘾性问题 从救命的神药变成了要命的毒药 像日本臭名昭著的神风特工赶死队 在他们出发前就被要求服用大量的被民安 好进行自杀式的袭击 被公知们一直称赞为日本精神 不过就是精神药物罢了 除了以上这些污蔑中国 是全球毒品生产中心的内容 这些所谓的海外华人媒体 还想改变中国人对于毒品和吸毒者的态度 擅自单方面修改了我们的法律 说中国对吸毒者犯罪化 我们国家首先吸毒它不是犯罪 而且但凡你稍微搜一下中国禁毒网 你就能看到咱们对毒品的态度还是很坚定的 不管是传统毒品 合成毒品 还是新精神活性物质 我们都是严防死守 明令禁止的 青少年还会重点宣传毒品的危害性 但美国就不一样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们也很努力 努力推进毒品的合法化 去污名化的进程 在今年3月 纽约通过了娱乐大麻合法化的法案 成为了允许成年人吸食大麻的第15个州 但我一直和大家说 不要看事情的表面 要注意细节 比如法案中的这条 大麻销售还将征收13%的销售税 这就足够让纽约州大喜 直呼纽约州成为美国的进步制度 迈出了重大飞跃的一步 为了经济利益 大言不惭地把毒品鼓吹成大麻的娱乐化 连药物滥用这层遮羞布都不盖了 嘴上都是自由进步 其实心里都是政治和生意 但是美国很骄傲啊 觉得除了自己吸毒这方面的进步 戒毒这方面也很有发言权 觉得我们应该要借鉴一下 美国这个全球第一毒品泛滥大国的戒毒经验 这样的大言不惭 让我想起了前几天彭博社的那个胖义排名 美国又是第一 是不是我们要学习一下他们的防疫经验呢 那我就学习一下吧 正好这个大纲里有个优秀案例 我点进去一看 果然又是一个NGO啊 兄弟们我为什么要说又啊 这个NGO主要是培养戒毒工作人员的 只要你通过考核加入他们的会员 就能认定你是一个可持续 不对啊 说错了 是一个人道的戒毒工作人员 有BCI那个位了吧 说到这个BCI组织啊 累累前几天又挖到了一个大瓜 准备做个视频出来 如果这个视频点赞过十万 我就做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反正就是老一套啊 怎么污蔑新疆棉花的 就是怎么污蔑我们的戒毒所 就像他们从来没有去过新疆棉花的工厂 就敢乱写一样 其实他们也并没有进过我们的戒毒所 就敢乱开枪 而陈敏老师也向我们证实了 我国当前的戒毒形式主要有四种 社区戒毒 强制戒毒 自愿戒毒 和戒毒康复中心 他们最关心的强制戒毒所里 也配备有专门的医生进行药物治疗 心理治疗 缓解戒毒人员的痛苦 强制戒毒它的概念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国家 如果你连续被抓两三次以上 已经到了群影无法自我戒毒的情况下 它才会强制戒毒 这种强制戒毒的话 它以前是属于那种牢教形式 但是慢慢到了近几十年改革了 它现在变成一种 类似于强制医疗的一个形式 也就是说强制戒毒除了不出事以外 它其他的还是唯有这个救助来说的 所谓的强迫劳痛肢体虐待 完全是故意加深负面舆论 把歧视的帽子进一步扩大 目的就是要上升到政策层面 开始政治污蔑 比如这里 什么叫加深恐惧 什么叫禁止措施 什么叫严重困境 什么叫挑战认知 我们回想一下清末 别说政治领袖了 中国上上下下的人民 对毒品还不够开放 还不够挑战认知吗 结果吸尘了东亚禀赋 爬都爬不起来 当初因为鸦片吃了多少苦 才在182年前 让林泽许虎门硝烟23天 就销毁了鸦片237万6254斤 而现在的禁毒 嫉妒干警 拼死揭开毒贩 组织起错综复杂的地下毒王 他们隐去姓名 告别家人 甚至连生命都奉献了 结果你美国居然和我们说 要挑战一些关于毒品和吸毒者的认知 那可能对于美国人民 在毒品创新方面 我们确实不够挑战认知 毕竟他们是最早的马非引君子群体 最早把海洛因泛滥成毒品 最早把可卡因滥用成毒品 最早把芬太尼滥用成毒品 你像现在的美国 它是此类毒品 它遍地都是 它有些毒品 你根本就叫不出名字 它反正就是地下生产商 它自己研发出来的 它在其他的上面修改一下 或者是把两个参合一下 它就变成了一种新的毒品 你永远跟不上它 它下一步的又会做什么 比如说现在大家都非常常见的电子烟 美国那边就有人试着 在电子烟油里增加了大麻THC成分 弄成了所谓 人工合成大麻素的上头电子烟 在暗网推特等社交平台 光明正大的售卖 这种从美国远道而来的新型毒品 其实也引发了 中国海关检测的一系列挑战 我们以前的检测手段是什么 就是尿检 但是这个尿检 它只针对几种毒品 比方说那个海洛因类 冰毒类 还有摇头丸类 以及K粉类 这新的毒品的话 它就没有这些东西了 它要到那种专业的毒品实验室去分析 但是这种专业的毒品实验室 目前船果只有那么几家 现在的海关 它不一定能检测出来 它就是看到以后 它还要去送去检测 它只能凭经验 反映这是不是新型毒品 截止目前 我国已经累计发现 新精神活性物质 九大类317种 近三年就新发现50余种 而它们在售卖时 往往会被包装成 某种助性的娱乐药物 无形中降低了很多人 对于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警惕 但实际上 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 药效更强 上头更快的同时 对人体的摧残也是力度更强 速度更快 最后往往导致 很多吸毒者 都不是为了去追求快感而吸毒 而是为了逃避 地狱一半的痛苦而吸毒 至少我所知道的 有很多例 就是未成年 新少年吸这种上头 电子炎 它的精神开始出现狂躁 分裂 有些甚至就已经很严重了 虽然说 有些人还能通过救治慢慢说一副 但是你要达到 以前那种正常的样况 估计很难 所以它这种东西 它对人的大脑 中枢神经 这一块的伤害是特别大的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它是有一个又一个 悲惨的安逆组成的